心理学研究的最后一个悲凉的事实是 情感是一些灾后的发端 人类最大的劣势不是贪婪而是情感 这听起来有些不肯思议 那么请和我一起来探索这个古老的主体 绝大多数人天生就会有情感 猪肉动物鸟类甚至一些爬虫也会有 今天不想在起源学上下功夫 只想把最表浅的东西呈现出来 情感是人类最大的破绽 不能观察到所有的心理问题中 发觉到最后你会发现所有痛苦都来源于情与愿 反正会人格是不会出现心理问题的 因为他没有情感 哪里不舒服直接释放本我就可以了 杀戮和毁灭在他那里根本不需要顾虑 只有那些有道德有羁绊的人才会有心理问题 而心理问题的关键在于 你和自己和他人和世界的关系 这些都需要情感去参与 关系出现问题人就会出现问题 情感这东西更像是一把双刃剑 能够成就人的同时 也可以毁灭一个人 很多抑郁的人都是因为不想让某些人难过 才选择咬牙活下去 但同时也正是因为这些不想让他顾虑太多 有顾虑就不能畅快地活 其背后的语言是督察性的超我 再说不可以 而有些人则是实在找不到情感的依托 生无可恋 那么岁月就会变得格外蹉跎 日本动漫经常会出现羁绊这个词 羁绊会让人痛苦 而羁绊又让人有理由活着 这是链接我与这个世界的绳索 正是因为我与他人的羁绊 才让生命因此而变得值得 毫无疑问 情感的力量是伟大的 而不幸的是 社会并没有教会大家如何去使用它 这份力量就藏在每个人的体内冲动且隐晦 自由发展的结果就是没有结果 人们似乎只能被动地使用情感 就像婴儿拿到了一把枪 所以这也就来到了我们今天的主题 疑情 字面意思理解 疑情就是把情感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 守恒定律放在心理层面同样适用 它不一定非要用在物理学上 人是物质的集合体 所以情感也来自于物质 所以它也会遵循守恒定律并不消失 一个心理学概念叫做情感隔离 而我更喜欢叫它情感撤回 大于是人在早年没有从父母那里得到关爱 那么它就会把这份情感撤回 转移到其他对象身上 这个时候家长突然醒悟再去吃爱已经来不及 即便你把自己的心挖出来 它也不会对你有太深的感情 所以爱孩子需要趁早 而如何去爱则是另外一个主题 疑情这个概念来自于精神分析 最早由布洛伊德发现且至今仍在使用 包括完全严谨的社会心理学也在使用 社会心理学的观点需要大量实验去求证 包括斯坦福监狱实验 电车难移 米尔格拉姆电机实验 这些都来自于社会心理学 所这些是为了表述精神分析 它固然是没有被科学界完全认同的 不过仍有海量概念有足够多的实证基础 弗洛伊德一直想把精神分析带入科学领域 而想要成为一门科学 自然是要面对质疑 弗洛伊德最有名的案例是安娜欧小姐 早期她负责给安娜欧做治疗 在一次催眠醒来后 安娜欧突然一下子抱住了弗洛伊德 这种举动搞得她一时不知所措 知道有人进来后才把这份尴尬打破 后续弗洛伊德才明白 原来是安娜欧小姐把对他人的情感 转移到了自己身上 于是遗情这个概念就这样产生了 遗情在很多人甚至我们自己身上都能看到 喜欢一个人会顺便喜欢一座城 而讨厌一个人甚至连带讨厌了一个省 这就是遗情的特点会转移会泛化 那泛化是什么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泛滥化 像是洪水决堤 爱恨以及恐惧都是情感 所以他们都有转移和泛化的特征 比如一招被蛇咬十年帕颈绳 这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 创伤印记可以预防自己被二次打击 这也是我们上一期讲的图示入侵 怎么去理解都可以 有本书叫做《身体从未忘记》 里面有一个案例叫做清醒麻醉 患者在手术时麻醉剂量不够导致他中途醒来 但你说醒吧还没有完全醒 有意识但是不能动 他可以感受到自己的皮肤被切开 医生们一边谈话一边将自己的疏软管割断 烧焦 而这些疼痛却是那么的清晰且刻骨铭心 最要命的是他无法呼吸 无法移动 只能忍受着这份惊恐直到手术结束 然后很顺利的他患上了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 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医生 在看到同事穿手术服晃来晃去时 他就会恶心心悸惊恐 闻到烧焦味甚至看到灯光亦是如此 这里我们仍然可以用移情这个概念来理解 症状的底层逻辑是 某些客观特征换起来当事者的相对记忆 这些记忆如果是愉快的人就会欣喜 相反如果痛苦人就会恐惧 清免的工作内容就是对这一自动反应做处理 除此之外呢 国际公认对恐惧有效的处理方式是 EMDR研究脱敏在处理技术 之前在讲做梦的时候 有提到过原始本可能看到过 那说这些啥意义呢 肯定是有意义的 它可以指导我们的生活 移情在我们身上最明显的作用是愤怒 人不会无缘无故的恐惧 也不会无缘无故的愤怒 愤怒来自于你对当下情境的解读 而过去的经验会指导你如何解读 什么意思呢 打个比方你对象两分钟没回你信息 有些人会觉得不怎么样 而有些人就会觉得特别生气 因为他解读出了你不在乎我的信息 为什么会这样想 因为曾经有人不在乎我 我对你的愤怒来自于 曾经对家人默默不关心的愤怒 恰好你是一个替罪羊被我撞到了 那你就感受一下来自我原生家庭的愤怒吧 这种经验性愤怒不会局限在这点小事上 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有这样的倾向 甚至相似的角色都会让你产生相似的感受 比如这个领导很像我严厉的父亲 所以看到他我就会很紧张会手足无措 所谓的权威恐惧便是 小时候怕家长上学怕老师工作怕领导 这是来自抄我的压迫 是一种爱的枷锁 与之相反的是权威依赖这种类型的人 小时候填家长上学填老师工作填领导 然后生孩子还会在家长群里填老师 这些都不是和谐的心理状态 而这些心理状态都来自于幼儿一般的爱 来自于想要得到或者不想失去爱 这些愿望会一直操纵着人的喜怒哀乐 控制着人生的选择和所要经历的生活 一个很理想的状态是 让超我不再恶毒 让本我不再害怕 让自我不再蜷缩 这是一种平和的舒展的宁静状态 足够让人有力量去面对糟糕的生活 当然想要到达这里并不容易 心理的修炼不止于一朝一夕 而关注我可以为你提供一个观察世界的工具 或许你可以利用它去发现真实 然后面对真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